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案8杨文俊跨世代对谈节目 今天是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 会和大家分析一下已经差不多公布了结果的美国中期大选 是 大选有了结果没有? 其实美国开票就出名慢的 涉及3亿人的选举 而且还有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要投两张票 这种选举工程其实一点都不少 当然是牵涉很多的选举开支 但更加重要的是牵涉的点票程序也是非常繁复 所以纵实都知道 其实美国的选举又怎会一天下去开完票 搞定了陈埃乐定 其实部分的州份更加有所谓的第二轮投票 所以究竟是否真的 选完了陈埃乐定 搞定了 然后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 其实有部分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可以分析得到的 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要留下之后再分析 比如我们可以很明显地预见 众议院佩洛西很可能将会唱出新一届的会期开始 正式就要退休了 如果退休 并不是他会在众议院消失 而是他的议长为止 将会是让给共和党人麦卡锡 他选到的 他还是议员 不过他因为控制不了民主党议院 所以就不会再选他做议长 交给麦卡锡 他一向都说不做 看来说这些可能又想做 他还是议员 两年后可能那一分钟他 不是 他又要选的 一直都要选下去 很困难的 其实两年任期而已 但是参议院是三分之一的 所以这次是选35个位置而已 大部分都还没移动的 所以可见性是知道的 究竟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看来总的来说 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 还有36个州长要选的 那州长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参议院三分之一选完之后 那我们的结果呢 显示呢 基本上呢 基本上应该是民主党还是轻轻占优一些些 所以基本格局就变成没有改变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未足以变天的情况 是吧 到目前为止 应该 虽然正式结果没有 看走势呢 就是 都不用目前了 其实几个小时前 一般的舆论都认为是 就是 没有预期的两个议会都翻天的现象 就是有一个就是 参议院还是在民主党的手里面 轻轻还是轻轻一点点 长程如何呢 就是那些 得个知识 你应该是看得确的了 嗯 其实我猜在介绍参议院究竟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之前呢 也简介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么奇怪 是所谓的 选回三分之一的议席呢 其实 参议院这个结构呢 作为美国的上议院呢 是拥有一百个议席 而每个州呢 是会有两名的代表的 但是 这些这样的参议员 虽然呢 他是有六年任期 但是他们的竞选的时间呢 他是两年一次的 那就分别在 例如2020、2022、2024这样 那就会呢 分批这样呢 不断去作竞选 分为33、33、34 那当然了 如果有参议员是中途自行辞职的话呢 那也都会呢 随着参议院的改选选举呢 去进行补选的 那所以呢 今次的选举是要选出35位参议员 说的就是呢 34位已经呢 任期满了六年的参议员 那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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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剩下的四個州份沒有結果,包括阿拉斯加州、奈華達州和阿里桑納州 另外還有已經確定要進入第二輪投票的佐治亞州 看看這三個正如非要進入第二輪投票的州份 阿拉斯加州基本上是共和黨必定得到 而至於阿里桑納州應該是會由民主黨獲勝 看看奈華達州究竟會六死誰守呢? 就仍然不知道 但是就算奈華達州是被共和黨勝出也好 他仍然是需要在佐治亞州的第二輪投票裡面勝出 才可以拿到所謂的五十一席也就是控制參議院 因為在參議院如果是打成平手 五十對五十,比如現在就是五十對五十的時候 是將會由副總統去作決定 所以活而知賀錦麗就會變成第一八零一票 所以現在是視之為民主黨在參議院佔優的 看回現在的情況而言 共和黨首先要在奈華達州勝出 然後再要在佐治亞州的第二輪投票勝出 才可以正式在下一屆裡控制參議院 當然我們知道眾議院的結果 基本上都是共和黨佔優是將會獲勝 但是僅僅是險勝而矣 所以看到之前有很多人認為拜登的民望非常之差 而導致了會不會出現紅色浪潮 恐怕似乎是沒有相關的現象 而參議院究竟能否真的在佐治亞州的共和黨得以勝出 這個恐怕還是有點難度 因為說要進入第二輪投票 即是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取得超過50%的選票 但是其實在兩位最高票的候選人裡面 民主黨的候選人是被共和黨的候選人告票的 所以如果所有本身有投回兩位候選人的選民再去投一次的話 應該該議席是會由民主黨所取得的 所以看回現在這樣的情況 都很難說真的共和黨在這次的選舉中取得了什麼的斬獲 但是當然了對於拜登而言 他之後就一定會斃腳鴨 或者對於佩洛西而言 他也都很難有得再去做他的議長 按照計說說半筆鴨 一來兩年不是很久 現在美國的政治是有共識政治的 比如對於中國的態度 保護台灣的態度 都不見得是有大的變化 其實就是 歷史裡面都試過 就是少數黨做總統都不見得有什麼災難 就是不會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總統始終是拿著行政權 他始終要提案的時候 或者財政那些 他有權否決議案 始終大家要合作 所以他的合作是又團結又鬥爭的 很有趣的 所以就不要假設這一兩席影響很大 當然了 正式是控制著兩個院 那個氣勢又不同了 但是又不等於兩年後他會贏到 因為兩年後又再選的 又有三分一 兩個都要選過 又三分一 同時間要選的 所以美國選民呢 就是其實 你昨天有講過 就是他們自己很懂得做這些平衡的 甚至是利用那個中期選舉 去教訓一下現政府 教訓一下總統 讓他們不要那麼牙拆 那這次選完 似乎拜登是挺有趣的 挺瀟灑的 知道他輸了 就是說民主來了 雖然那些傳媒人士 預測有巨大的紅色浪潮 沒有發生了 我的感覺良好 他說現在選民向華盛頓發出明確 現在沒有資源信息 他們希望維護民主關切 經濟和成本問題 他竟然發出這麼樂觀的語言 就是拜登 而且說明準備再選 剛剛兩天前 而特朗普又好像準備了再選 那你怎麼評價這兩個 國慧外胎的老總統呢 兩個都是老總統 還想做下一任 爭做下一任的老總統 更老的總統 那你怎麼評價他們兩個人的表現呢 這個有趣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試過養貓 貓貓是一種很可愛的動物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貓貓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也是它可以 所謂貓有狗條命 或者貓貓似乎是四處跳來跳去都不會弄傷的 就是你如果試試養狗仔的話 就知道了 狗仔就算是一個半個人身高的高度跳下來都會弄斷腳的 但是貓貓半個人身高甚至半 從二樓跳下來都沒事的 其實貓貓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它就算它感到是痛錯 當然它這樣跳是不會傷 是因為它的身體結構是漏仙形的 它的腳是落地等等 或者貓貓會這麼能夠在大自然裡生存的關節的原因 是因為它懂得忍痛 貓貓是不會讓人知道它覺得不舒服或者痛苦 來避免遭到獵食者看上眼 那這樣是貓貓或者很多在大自然裡的動物 一個很重要的技能來的 為什麼明明是在說美國但會突然說到貓貓呢? 原因就是因為對於拜登聲稱自己勝出或者怎樣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一樣 硬地去將自己本身的短板 或者現在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去說到沒事這樣 就好像我們看到 比如在2020年的台灣的總統大選裡面 我們是很清楚看到韓國瑜 是拒絕承認任何類型的民調的 當中所反映的正正是因為他是不可以給他的支持者 以至幫他課金提供選舉開支的人員 知道他有機會輸 所以這些人覺得他會輸就會不再投資到他的選舉工程上面 同樣地 對於拜登而言他如果想競選連任的話 現在已經要開始準備定了 因為涉及一個三億人的選舉 他要有很多類型的籌備 而且還要留意當中民主黨不少人對總統大位虎視眈眈 希望拜登可以2024年不連任讓一個好位出來 讓新一代的民主黨人士上到總統大櫃 其實關於拜登的行動或者拜登聲稱會繼續競選連任等等 我自己覺得今次的選舉就算不是共和黨真的贏得到還是怎樣 對拜登而言都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消息來的 因為任何的差池或者閃失都可以成為民主黨黨內去挑戰拜登的一個行動原因 如果之後很不幸運 不知為何阻止亞洲的第二輪選舉 民主黨的候選人突然表現失準的話 更加了 其實對於民主黨就真的沒有什麼 眾議院已失 其實拜登政府已經不能夠做到什麼時候 反而最大得益者並不是共和黨 而是在民主黨內 希望挑戰拜登 或者不希望拜登2024年繼續延任的一些人士 我會認為相關拜登的一些發言 或者拜登和特朗普為什麼在現在這麼快就聲稱要競選連任呢?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因為兩者其實都是一些具有相當爭議性的人物 而且相關人士究竟在他們黨內 當然他們是黨內裡面最有號召的個人來的 但是他們究竟是不是真的得到民主黨或者共和黨的廣泛支持呢? 那麼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來的 我認為拜登究竟是不是真的得到民主黨廣泛的支持呢? 我從來都覺得他是代表著民主黨的不反對 但是不是支持 甚至乎很多票投拜登的人士 很可能純粹是建基於反對特朗普 而不是建基於支持拜登 那麼所以 對於民主黨而言 民主黨內部究竟還會不會接受 當特朗普已經不在其位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選擇 選擇拜登繼續作為他們在2024年度總統選舉的代表呢? 那麼我覺得是我會給一個大大的問號 是否會不會選擇拜登的? 嗯 現在就時間上早啊 究竟是不是呢? 因為 似乎兩個 就先壓住個位子 比如特別是拜登 但是特朗普就好像是 好像是說準備15號正式公佈 而且他事前呢 就已經說他會15號公佈 那麼就被批評過於 就是過於自負 有些不智 因為刺激了 當然這個時候我明白了 刺激了民主黨的選民 就是覺得說 嘩!不可以讓他們出來 就是刺激他們出來選票 就是投票 所以結果也沒有那個 Republican Wave這件事 紅色風暴就沒有出現到 所以因此呢 就變了其實好像是他輸了這個選舉 這次這個選舉 那你怎麼評價呢? 剛剛你講完了 什麼啦? 拜登 那你怎麼評價這個 特朗普這次他整個鋪牌呢? 其實都很有技巧 但是呢 是不是有些閃失呢? 就是對他自己的選情 有些閃失呢? 都這麼搞發 對於特朗普究竟他是不是想2024年 再做多4年總統還是怎樣? 或者當中究竟特朗普 會不會在2024年上勝出呢? 我自己認為其實要參考特朗普的勝敗呢 是應該要分析2016年和2020年兩者 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其實呢 特朗普從來都不是得到廣泛的 美國的民族的支持 因為看回他兩屆的總統選舉呢 其實他的得票率都 得票呢 都是少於對手的 他在2016年到得票少於對手 仍然勝出是基於呢 當中其實美國的政治或者總統大選 雖然是一人一票 但是他是明顯地是傾向了一些中部 或者中南部的州份 這些州份人口非常之少 但是他們呢 的選舉人票呢 卻可以令到一些本身 在我的州份上取得支持的政治人物 而在輸票數下 仍然勝出選舉 那麼這個其實是代表著 美國50州之間的團結 和一種妥協的 那麼看回其實特朗普而言 所以其實特朗普是否需要得到廣泛 或者大部分美國人的支持 絕對不是 他可能是只需要得到不夠一半的美國人支持 最關鍵是一堆關鍵州份 比如是威斯康辛州 比如是佐治亞州 比如是北卡羅來納州 比如是賓夕法尼亞州 這類的州份 比如是內華達州 這些州份的支持 那時候對特朗普是至關重要 所以其實 決定誰做美國總統 不是加州或者紐約裡面的大都會的 我幫在這裡享受冷氣的人 怎麼想 或者是德州裡面 一組很農村的生活的人 怎麼想 不是這些人去決定 其實是這些搖擺州份本身的物情 我們知道當時這些搖擺州份 其實不少都受到疫情的打擊 因為這些搖擺州份 其實都是一些社會比較撕裂 甚至乎在經濟政策上面的規劃 不記得 或者所謂的這些州 有些人會叫做貼收州 例如威斯康辛州 物資根州等等 是會被視為它的經濟 其實是所謂的 它過往的工業 因為受到中國市場 中國的生產取代 其實是慢慢步向衰落 有些像是香港現在的款式 這些地方很容易會產生一些不滿的情緒 當然 當時2020年 特朗普在處理疫情方面 這是他的短板 所以他未能夠連任在這些州份裡面 但是我的看法在於 實質上其實這些中期大選裡面 差不多每一次都是總統所屬的政黨會失禮 說的是兩者之間的一種check and balance 美國人是好看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2024年究竟誰會當選總統 當然是言之上早 但是特朗普這次的行為 絕對不是為了所謂的今次的選情去服務 他真正要服務的是 避免當中共和黨有任何人 有能力可以挑戰得到他 譬如是了 佛羅里達州今次一位 本身具有全國威望的一位參議員 這樣特朗普就警告了 如果他想出來挑戰的話 將會爆他的黑材料 諸如此類 所以其實不論是拜登或者特朗普 我想他們不是在害怕彼此對方 因為這些情況去到最後 如果2024年又再一次是由特朗普對拜登的話 那情況就真是很取決於 相信都是會是競爭相當激烈的 但也都是很取決於上述剛才所說的鐵秀州 比如其實剛才我們所提及的一些 到現在都還未出現結果 或者是剛剛才出現了結果 例如威斯康辛州我們見到是由共和黨勝出的 那麼這個州份一直以來 都是不論是克林頓對特朗普 希拉里克林頓對特朗普 以至是拜登對特朗普 那段時間呢 威斯康辛州早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兵家必贈之地 到今次都可以體現到當中 我們見到共和黨和民主黨 兩者的差距是非常之近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估計去到2024年都仍然是這些關鍵州份 究竟會是倒向了哪一邊 將會決定了一個結果 但是了 前提是不論特朗普或者拜登 他們會不會能夠真是成為了 共和黨和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呢 那麼我想他們兩個這樣才是 對他們來說挑戰是最大的 因為始終了 他們本身呢 例如特朗普他從來都不是共和黨裡面的主流 或者好像拜登這樣 他得以可以在2020年上位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因為他救了沒有魅力 他作為一個老好人 當然我們知道他其實是個老狐狸 但是了 至少他是會得到民主黨 甚至乎一些不喜歡特朗普的過和黨人士的廣泛的一種不反對 最難留意是不反對不是支持 不反對和支持要分得開一點點 那麼這個是政治上面 不反對不支持支持和反對這四樣東西其實是不同的 那麼也是香港為什麼過往黃藍的一個分析方式 是會出現問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也是為什麼例如2019年區議會選舉 有51%的人是沒有投票或者是沒有註冊做選民的 那麼這些都是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好 差不多都很清楚 但是拍到今次選舉 我看到BBC就來出六個要數的 剛剛我們說了特朗普那個wave 我們當是 雖然很多人都很喜歡糾纏 特朗普不應該再做總統 我始終覺得他們兩個都老得了 我覺得美國選民 遲些就會有年輕人來挑戰這兩個 不會讓他們兩個再選一次 那個戲碼都不好 將兩個年前的恩怨再上演一次 那麼意義 意義大不大呢 我覺得都是 我覺得美國人未必喜歡的 自然有這個力量迫使他們出一些新的面孔 但是其他因素呢 其他因素呢 我們說吧 因為美國 美國還有幾個因素 包括對中國的態度 那麼 烏克蘭的話題呢 因為這些都是熱門的話題 是不是 墮胎呢 我們不是很熟悉 美國呢 美國咬了幾十年了 墮胎 民主黨贊成 贊成墮胎 共和黨就不贊成 是吧 保守一點的 類似 氣候問題呢 新移民呢 一方就贊成 一方就不贊成 這些都是衝突的話題 這樣 現在又變成 基本上大定 但是大定又沒有大的分歧 似乎 雖然眾議院就230到205 估計大約是這樣 但是都是十幾席的 不是一個特別巨大的差距 就是民意都反映在這些事情裡面 那麼我們比較 作緊的就是 當然是中國那個態度 那麼這裡好講 基本上呢 我們 我們關心了那兩年 上次到什麼 那麼我們那時候 都有個 兩年前 我們都一個簡單的 總結就是 就是 他兩個人的 手法不同而已 其實他們 就是 兩個都是反中的 就是 針對中國的崛起的 那麼我們呢 介紹過 范芳瑞那本書 其實美國整個 國策呢 就不會因為 總統有大的改變 只是他們兩個人 那個 重點就不同 現在這樣看回 你這個重點都不同在哪裡呢 特朗普就很喜歡做貿易戰的 關稅啊 加關稅啊 就是用貿易戰去壓住中國的發展 那就是 他整落的關稅始終沒有改變 就是說 那二十幾個percent 始終現在還是的 耶倫和戴琪 就是爭持了那麼久 結果戴琪 就是商務部長 還是維持著這個 這個 那這方面 基本上我們不確定 已經有分別了 當然了如果特朗普 可能加過他兩百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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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禁了他入口 可能禁激烈 這個就不知道了 這個就差不多了 但是 我們見 就是 拜登 他比較喜歡 是什麼呢 就是搞這些高科技 他中國的做法 就是 這件事他好像比特朗普更辣 還有比如 兩年前講到那些 就是要檢查他的金融戰 他喜歡的金融戰和科技戰 是 那比如不讓他的股票去美國上市 檢查他的那些 審計報告 就是 似乎嚴格對待 還有 那些高科技的東西 一樣一樣的禁止他 那這件事絕不手軟 那這方面他比較 特朗普表現就更多 就是這兩年來的表現更多 那很近的事情呢 將會在G20見到 習近平了 那他扔出一句說話呢 就是 我們要畫一條紅線給他看 那這樣 那好像很厲害那樣 但是其實你見 見他呢 已經是第一次見面 面對面見面 在G20那裡 那普遍認為呢 很多事情要講 那包括烏克蘭 那這樣 那我 我就 評論了就是 我比較遺憾他沒有怎麼講 人權的問題 沒有講香港的問題 那 照計香港還有這麼多政治犯 那這些就是特朗普整落的了 但是他又似乎不想 拿上身 那你怎麼覺得他跟中國那個態度 這方面 或者其他的話題呢 就是其他那幾個 墮胎 氣候 移民 你留意觀察 就是這幾樣其實就是 那些選民期待著 就是議會的改變 相信也是兩年後 總統選舉的改變之所助 那評價一下 那拜登他的表現如何 你覺得他現在 他會採取什麼策略呢 或者他現在的態度 這樣的態度 我猜我們分開一點點來講 因為都涉及不少的議題 首先就會跟大家分析了 大家都未必真的很熟悉的墮胎 墮胎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所謂了 究竟中央的政府 就是華府 究竟他有沒有權 去所謂的去干涉 每一個州份去自行設立 關於墮胎的法例 那在過往呢 其實是一直都有一個案例 是說明了 中央的華府是有權 禁止全國去實行反墮胎的法例 禁止實行反墮胎 即是你每一個州份 都其實是要被人墮胎的 這樣 現在呢 共和黨之前 委任了法官巴萊特 巴萊特 相對而被保守 推翻了相關案例 也就是了 允許個別州份 可以去嚴格禁止墮胎 當然是涉及有刑罰的 並且呢 基本上是懷孕了一陣 那就不被墮胎了 這樣呢 結果當然就是了 相關的州份 如果那些人士是想合法地進行墮胎 他必須是要到其他的一些 允許合法墮胎的州份 那就進行墮胎 其實呢 看回這次的案例 一個會變成了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呢 是因為呢 在美國其實未婚懷孕的情況呢 其實呢 是有出現的 在不同的州份都是出現的 而墮胎是的而且確呢 對相關一些的年輕女生 是有必要的一種服務來的 但是當然了 相關墮胎呢 是不知為什麼呢 是成為了相關的一些是中部 或者一些鐵獸帶的一些基督教會呢 經常用以製作炒作的話題 那更加呢 在後台呢 後來呢 和持槍權呢 反墮胎和持槍權呢 就變成了 美國保守派的一種呢 圖騰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很反對墮胎 未必 但是他們一定是會 拿著反墮胎 支持持槍權等等的 這種圖騰呢 去爭取標誌 就等於我們看到共和黨 我們會認為是紅色 這樣 看到民主黨是會等於藍色 這樣 其實呢 當中究竟是不是他們的論述上面 特別喜歡墮胎或者不喜歡墮胎呢 或者是不是誇張得 我們一起墮個美胎 這樣就是有位在台灣的一位香港女生呢 那就曾經就說到墮胎是一件很開心 和很開心 好像吃個high tea一樣 其實不是這樣 它是代表著兩黨的一種呢 身份認同多些 所以墮胎會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話題 或者為什麼 巴雷特上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後呢 竟然是會把50年前的一個案例拿來翻案呢 其實背後當然是反映著其實是代表著兩黨之間的博弈 但是我之前已經分析到了 其實關於兩黨之間的分歧 根本就和這些所謂墮胎持槍權等等 其實的關係真的不大 因為事源了 佐治亞州的參議員的共和黨候選人 明明天天說自己要反墮胎 但是呢 曾經搞大了別人的肚子 就叫人去墮胎 所以 相關連個候選人自己 原來都會叫自己的女伴去進行墮胎 那就明白了 所謂的反墮胎或者持槍權等等 實質上是一個選舉的旗號 而不是真正的一個拿來辯論的議題來的 所以就很多的一些評論或者我看到很多國際評論 經常都最知道在究竟應該支持還是反對墮胎 或者有關是不是代表著華府抗權等等 實質上我會比較傾向認為是竹塞勇實 因為這些純粹是一個牌子 它具體而言是些什麼東西 其實我想就算是共和民主兩黨 都不是太多人去了解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是代表著他們的身份應徒 等於我早晚我們用藍色來代表共和黨 它一定是紅色的 我們不會把紅州改稱藍州 藍州改稱紅州 類似僅僅如此 所以相關的議題 我比較覺得 回到拜登和特朗普 剛才王Sir說到一點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到特朗普經常都有很多系統 貿易戰或者關稅等等相關 而拜登就針對很多高科技相關的一些產業去針對中國 其實為什麼兩者在政策上面明明都一樣針對中國 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當中 其實拜登和特朗普真真正正的支持群體 或者一種最清晰或者實質上的選民 究竟他們的分別 是不是純粹我很喜歡墮胎 所以我支持拜登呢 其實我是不能墮胎的 我想我多想墮胎也好 我都不能墮胎的 因為我心理上是不能墮胎的 所以關鍵其實真真正正的分歧是說 究竟我這樣的人的經濟生產方式是怎樣的一回事 正如葉玉卿和他的女兒住在紐約州 他們之前接受《蘋果日報》訪問 聲稱在2020年總統選舉會支持特朗普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看看葉玉卿是做哪一行 我們就比較清楚明白了 葉玉卿是做超級市場的 大家想想超級市場的生意是否涉及全球化和高科技 其實拜登他的支持群體主要都是全球化和高科技產業 所以他的幕僚涉及的圈子他們認識的東西 都當然就是晶片高科技產業 科技的輸入和輸出等等這些議題 而對於拜特朗普而言 他的幕僚是說可能是做超級市場的 是做內部需求的 是做本地的工業的 這些人他們所思考到的東西 對外一定是說關稅或者其他相關內需 或者傳統貿易相關的一些制裁 或者產品 一些各式各樣的產品 或者大家看到 例如中國針對菠蘿 針對龍蝦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農產品 背後所反映的正正是決策者 本身他身邊的經濟幕僚是甚麼類型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去分析 正所謂其實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特朗普和拜登的真正分歧 是說美國將來的經濟生產 應該是主內還是主外 應該是向外擴展或者向內擴展 其實同樣的原則 我們也可以看到對烏克蘭的態度 其實民主黨是較傾向於要積極援助烏克蘭的 而共和黨相反 是對所謂要付錢烏克蘭 是有少少遲疑 亦是有些質疑的 其實背後可以回去 追溯共和黨民主黨 其實很奇怪的 共和黨民主黨 是有幾次的乾坤大來儀 即是他們兩者有時是代表著保守價值 有時是代表著進步價值 但是背後 其實美國的所謂保守價值 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所謂的活挪主義 就是所謂 所以我們來了新世界生活 是不需要你舊世界歐亞大陸發生怎樣的一回事 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 最初美國沒有介入 並且繼續和納粹德國做生意 就是門羅主義的一個典型體現 但是其實門羅主義我們知道走不通 因為舊世界的戰況是會自動擴展到新世界 所以門羅主義一種完全原教止息的門羅主義 其實是不會有它的市場在這裡 但是究竟應該要介入全世界的事務多些 還是介入全世界的事務少些呢 這些其實都是沒有一個答案在這裡 比如 當時要去打阿富汗 因為拉登匿藏在阿富汗 這些其實是兩黨的 這是不是一個干涉的 其實是去救世界的 是因為它本身是影響到新世界的 但是究竟應該要怎樣呢 究竟應不應該撤出呢 這些又是一個問題來的 其實很多的這類這樣的意識形態問題 或者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呢 其實他們的差異並不是大家想像之足那麼大 他們表面上很大的差異 說出來好像是反墮胎 等等好像是爭鋒相對 或者在就持槍權裡面呢 是一個就是要禁止持槍 另一個就是要堅持有得持槍等等 這些其實都只是在選舉上面的一些預言而已 大家千萬不要這麼認真 我覺得呢 站在真真正正他們 究竟為什麼他們是有分別 或者他們實質上做些什麼出來呢 或者是一個更加準確的方式 去正確了解和認識美國的政治 你剛才說到說 我都見到這些新聞的 共和黨那些參選人就說 如果我們參選了 我們贏了一塊錢都不會給烏克蘭諸如此類 那他就說 烏克蘭有些貪污啊 要查清楚錢去了哪裡啊 諸如此類 其實百分之一百是選舉的操作 我相信 因為共和黨還比民主黨還蠅 就是在援助烏克蘭 針對俄羅斯這方面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分歧 事實上都給得很好啦 拜登 所以你反過來不可以再說 我們再給多些這樣 因為美國現在又是 通脹那些窮人可能很生氣的嘛 嘩 我們沒有錢還給人這麼多錢 所以討好部分民粹的人 就說 他的藉口都是說 他不是說援助不對啊 又要逐元赤過啊 那這些真是穩困啦 當時真的 他當了證他都不會有分別的 基本上我相信 這個已經是 這個已經是 我們看到這些就是 臨到選舉就要講這些事情啦 就是 當然要講到自己 我就更好 我就會更加什麼 那些錢用得其所一些這樣 這樣 這個就 不等於他會 去減低對娃蘭的支持的 是 因為 娃蘭的戰爭現在還是很順利 現在還是很好啊 是不是 那 那 那 時間都差不多 雖然我看你還是有很多東西準備了 不過留下你今晚再加碼發揮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你今晚會講什麼呢 給你介紹一下 先預告一下 嘩 今晚一定是講民主黨的民調了 講的不是美國的民主黨 而是我們香港和袁凱文的民主黨 對了 王Sir剛剛1點半講完 這個民調是昨晚 觀眾師跟我說起的 民主黨 終於寫得做他的民調了 當然他沒有真的做得這樣 他沒有真的做得這樣 一百百多個相片 原來 是的 少了些相片 所以誤差率是會例如去到加4% 加減4% 但也夠了 因為民調很一面倒 這樣就說到疫苗通行政權 都很清楚 應該是 是的 當然他沒有說贊成反對疫苗通行政 可能現在都比較敏感 不知道了 可能民主黨就算了 做了就算了 因為我相信 當中這個民調已經是很有力的證據 顯示了 其實由7月到11月 民意對於疫苗通行政是有極大的一種逆轉 這一樣我覺得呢 我不認為相關的民調是有進行造假的 我再強調一次 沒有這個原因 兩個都是真的 不過就真的大轉變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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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個需要 現在這個超人又瘋一下瘋一下 還是反應十萬 是的 又多給他一個警號 也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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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其實疫情還很厲害的 你更新的 還可以說 還有很多鬧鬧的 跟疫情有關 香港人永遠非常關心 是的 是的 對 對 對 聽完我這邊首播 我8點首播 大家現在如果是聽首播 那就 完了剛剛好 過去阿Jason等候開播 就對了 8點 9點 是 楊文俊頻道 是 感謝各位觀眾大力支持 好 差不多了吧 是的 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不過我在這裡補充多一句 純粹就是 其實美國政治這回事 我留意到 其實很多類型的一些評論 都是對於所謂美國政治 其實是有著明顯的一種 它是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前提在 這些前提不論它是傾向於哪一邊都好 例如強調墮胎的浪漫性 以至或者對於特朗普的神話等等 這些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是會導致了 對美國政治的認識 是會到最後都是 有些奇怪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相關應該要首先 是叫 清空杯子方能重新注滿 這句也是李小路說的 我對BWater 很多人都喜歡 但我覺得這句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清空杯子方能重新注滿 將你一些前提去倒空 嘗試一個客觀的角度去分析 喝完然後才可以由頭針 是的 是的 真的我都剛剛喝完這杯水 並且這一瓶水 又可以針 是的 都喝完了 是的 我覺得說得不錯 記得訂閱網上的頻道 還有我的頻道 記得地方頻道非常需要訂閱 並且記得讚好 分享 是的 給like 好 感謝各位支持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